哈喽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潘,专业做白酒团口和批发,今天和大家分享两款酒,说是两款酒,其实它们都是一样的,茅台王子的生肖系列的茅台王子猪,茅台王子猪自上世以来非常受大家的欢迎和认可, 主要还是用它的酒制,还有它的性价比,生肖系列,生肖系列的酒,很多酒友都觉得生肖没有意义,没有什么价值,很多酒友都说不要为生肖和年份买单,但是茅台王子猪这款酒为什么这么受大家的认可呢? 第一,是它的酒制好,第二,还是它的价格,价格美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款呢,是一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一斤装的茅台王子猪,这个是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我给你打开看一下,包装也非常精美,猪年大吉大利 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这个是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这是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都是我们国家出名的画家,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这个是谁画的,我也不是很清楚,上面有它的提名 五斤装的茅台王子猪 这个是一斤的茅台王子猪 茅台王子猪采用的是陶瓷品 也是现在王子生肖系列中,唯一款陶瓷品 那个,生肖酒 哦,我看一下啊 茅台王子猪,特邀中国当代艺术家韩美林先生 以十二生肖猪为元素,前兴绘制 福朱献瑞图,憨太可居的造型 身长锦绣,富裕乾坤 呈现出富贵,庸荣之像,是财富与和谐的象征 具有特殊的既贱意义和收藏价值 诸年,确实诸年这个是十二生挑中 比较有福态的意念 这个象征的意义也非常好 财富和和谐的象征 我知道我习惯,平时没事儿 每年都放,放了几箱这个生肖酒 包括飞天茅台啊 还有这个王子系列,赖王这个生肖系列 都会多少放一点 虽然他这个像王子系列 还有那个赖王系列 可能他那个价值没有飞天茅台更高 但是呢,还是习惯性的,想放一些 毕竟他的纪念意义还是单断的 还在这儿呢,放着呢 生肖王子桌采用了酒体和飞天迎宾 尊义1935,是一模一样的 不过呢,他不是一个酿酒大师勾调的 勾调的工艺不一样 所以呢,他三款酒呈现的风格也略有不同 王子桌的酒啊,比其他两款酒 他略微的要柔顺一点 他那个酒体略微的柔柔 没有那个飞天迎宾 还有那个敦叶1935 这一模酱香酱厚重 他这是偏柔的 酒体也非常的好 酒体也非常的好 非常有纪念的意义 现在 现在王子桌的价格 一斤霜呢,价格一般在300多块钱 300多块钱 一斤霜的价格 但是五斤霜呢 我这边就是五斤霜的 五斤霜呢,我这边价格稍微有点优势 为什么呢,因为年前的时候 来了不少货 这五斤霜弄了不少 性价比,因为我当时觉得性价比非常高 没有必要弄那么少一点 多弄点 毕竟这个酒体在这里 任何度非常高 所以这个 我这个五斤霜的价格又是非常大 现在 现在一箱两瓶 我这边一箱是两瓶 一箱两瓶价格也就是 不到2900 不到2900吧 所以价格非常实惠 2900不到0900 10斤和仁金不让300 所以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所以不管是自己喝爱 还是收藏呀 茅台网友珠 我觉得还是一款 茅台系列中 比较 适合 比较适合一款产品 如果有需要的朋友 可以 去 问一下 去打听一下它的价格 打听一下它的价格 今天的视频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各位朋友 各位酒酒 如果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关注 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 也可以跟我私信 我都会和大家一一回复的 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的视频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